为其他焦点继续来关心 彰化一家主题亲子乐园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推出优惠票券 吸引了不少家长购买 没想到主题乐园一开始先以疫情为由 导致生意受影响 暂停营业到三月底 直到现在已经四月了都没有营业 房东贴出公告终止出租 形同宣告倒闭 让不少家长傻眼 买到的票券瞬间抢了废纸 只能向肖保官求助 而业者则回应愿意做相关赔偿 小朋友在游乐场内玩得好开心 但彰化这家儿童主题乐园 才经营四年就传倒闭 让不少买了入园票券的家长超傻眼 一本就是四张 一本四张 三本 拿出一本本票券总价值三千元 但现在已经变成废纸 还没使用过 促销啊 但是我们就去买 因为我们之前都有在买 被诈骗啊 业者去年底到今年初 寄出优惠票券买一送一 吸引不少家长 却没想到突然以武汉肺炎 疫情为由暂停营运到三月底 但如今已经四月 根本没重新开张 房东贴出公告 终止出租 等同宣告助梯乐园倒闭 四十万左右 假设他花一千五 他用了五张 剩下五张就是平均 该还偿还给消费者 就偿还给消费者 不过最大的受害者 恐怕就是房东了 因为业者租金 从去年十月开始 就没有缴 加上水电费 总共欠了八十多万元 就连餐厅内的冷气 等等设备 业者也是用票券 向房东承租 现在房东 有一千多张票券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小保官 这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协调用 来清场 业者跳出来 澄清原本有找到 买主协助经营 但是武汉肺炎 疫情爆发 根本买不出去 只能苦成 小保官目前 已经接获十多件投诉 而斗六总公司 在三月初 就申请解散 张化分公司 则是废纸状态 尽管业者有心处理 但怎么赔 还要协调 恐怕得花上一段时间 接下来 那么我将花车放不动